来看二龄大世界 今晚联准会就要召开会议 宣布说有没有要继续升息 那当然升息就会牵动到全球的经济 各国的央行都是看着美国联准会的决策 来调整自家的货币政策 可是外传中国已经渗透 美国联准会超过十年 这是姿势体代 如果是真的话 那美国的面子真的会挂不住 因为自己人就是内鬼 当然美国联准会也是否认这件事情 而且还说不认说自家的经济正在面临衰退 但是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中国跟美国之间 从过去到现在 彼此互相较劲的意味很浓厚 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又渗透美国 然后美国把中国的企业列为黑名单等等 而这次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美国联准会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就做了一份调查发现 中国试图要在美国联邦会建立一个线人网路 而这个计划其实已经超过十年了 好可怕 报告中就提到说 中国有一个所谓的千人计划 是透过各种利用的方式来吸引海外的高阶人才 出过十年来就引证了7600多位的专家学者 他们是利用学者来剽窃美国的智慧财产 以及美国重要的机密跟技术 当然还要渗透进联准会 那联准会其实等同于是台湾的央行了 如果真有此事 那真的是待机大调了 不过联准会主席鲍尔 他是强烈的反对这项调查结果 他写给参议院的信函里面表示说 他们有去了解这些行为者 希望可以利用漏洞 所以他们有在流程 控制跟技术有很强大 而且他们会不断的在更新 那鲍尔也认为 这个报告对特定的工作人员来说 是不公平的 而且这是没有经过证实 还有没有经过验证的影射 让他们真的深深感到很不安 那大家就好奇 到底中国渗透手法又是怎么样 调查就发现 中国他们会先在联准会里面找一些人 试图要怎么样呢 就是以有偿的合约来建立关系 其中有13个人就被吸收了 那调查人员称他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P Network 就是P网路 那他们是受雇于联准会的12家地区银行的 其中8家银行 包括有一个人 他是怎么样 他把经济模型的代码提供给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的某间中国大学 而另外一个人呢 是至少两次试图要把大量的数据 从联准会传输到外部 而这个人呢 先前还接获一名跟中国的政府有关人士的要求 要他提供三名联准会的这个银行总裁 深习看法的非公开讯息 想办法要获得联准会对内的一些资讯 那中国甚至在2019年美中英贸易战期间 扬言说他要监禁正在上海访问联准会的经济学家 说除非他同意提供未公开的美国经济数据 而这名经济学家事后就向Fed报告说 中国官员最初是在他在饭店接触他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气氛非常的可怕 而且告知哦 说他们有在监听这个经济学家的电话 还要求他必须要分享他能取得的一些敏感 还有非公开资讯的数据 并且呢要就贸易关税等等敏感的经济问题 跟他的机密的讯息 向中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提供建议 甚至还威胁说你不签署承诺就要监禁他 还有摧毁他的生活 不过这其实也不意外 因为中国频频出招想要办法 就是要赢美国 孙子兵法里面就有讲到制胜关键 就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那中国还有什么其他的渗透手法呢 带你来看我们深度报道 美国和中国近年来不断大秀军事肌肉 但这场新冷战可不只局限在军事方面 北京当局居然把手伸进美国联准会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 这项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十多年来 试图在联准会内部建立一个告密者网络 还曾要求一名前往上海的联准会经济学家 提供非公开金融资料 否则威胁将他灌入大牢 由共和党幕僚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 联准会雇员成为中国人才招揽计划的锁定目标 给予现金奖励在内的丰厚合约 但被要求提供有关美国经济利率调整 和保险政策的资讯 联准会当时调查锁定十三名 分布在八家区域联邦准备银行的雇员 后来以P网络来称呼这群人 报告披露P网络中的艺人将经济模型代码 交给一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联的中国大学 另外一人则试图将大量的数据 从美联储转移到一个外部网站 对于这项爆炸性的报告 联准会主席鲍尔则认为报告当中断言与暗示的内容 令他深感疑虑 他还进一步详述联准会雇员需接受的背景调查 似乎不认同中国渗透联准会的说法 但报告的发布人 参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波特曼 可是忧心忡忡 美国官员过去经常谈论联准会所有金融机构 所面临的资安风险 但没提过人员成为搜集情报的目标 如果这项报告的内容属实 显示出美国联准会缺乏适当系统 来应对中国所做的恶意行动 让货币政策敏感的内部资讯 被北京当局一举掌握 三立新闻夜里为报导 中国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的经济预测是不断的往下修正 所以才努力想要取得美国经济的数据资料 但是现在美国的经济成长也面临一些难关 我们就来看一下二零二零年的第一季 GDP是年减百分之五 那第二季更扯了年减百分之三十一 不过后来二零二一年的第一季 稍微回弹来到百分之六点四 可是通货膨胀慢慢出现 而且越来越严重 导致二零二年的第一季 年减百分之一点六 创了两年来最差的表现 第二季恐怕还会减少更多 那就被问到经济衰退这件事 美国总统拜登就表示 虽然有迹象表明说经济正连是两个季度衰退 但他说愿上帝保佑美国不会陷入衰退 看来他也是希望可以看到神机 可是六月份的美国失业率在百分之三点六 是位在历史低点 这显示说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很强 劳动力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 所以美国的财长叶伦就说 美国的经济虽然是在放缓 但是没有衰退 而国家的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 他也强调说 美国的第二季增加超过一百万个就业机会 而且美国史上没有一次衰退 不是伴随着失业率 而这次失业率没有上升 代表什么呢 就是这不是经济衰退 他也强调说目前经济衰退的定义是非常复杂 所以光凭两个季度的负成长 不能认为衰退到来 看来美国政府是非常的乐观 不过很多人甚至是国际机构 都觉得美国经济还是难逃衰退 像是国际货币机构IMF 他们就认为说全球高通膨 再加上乌尔战争 还有中国实施的清零政策 让全球的经济更黯淡 而且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而报告中里面也预期说 美国中国还有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发展会去万 因而再次下调全球的经济成长 并直言说真的非常担心 全球正处于衰退的边缘 随时可能都会有坠落的可能性 当然这也包含了美国 那刚刚就提到说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说 美国没有经济衰退 那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有在衰退 可是这是在鬼打墙吗 于是CNN就表示说 那我们来欢迎来到美国经济衰退的猜谜时间 让我们猜猜看美国经济到底有没有衰退 那美国政府觉得没有 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正在发生 比如说先前的财长桑莫斯就说通膨率高 而失业率低的时候 其实伴随而来的就会是衰退 而且通常会在两年之内看到衰退 那还有高盛的经济学家也觉得衰退机率有高达五成 种种的叙利显示 经济真的在往下走 而且是走下坡 那末日博士罗比尼他更悲观 他说随着利率上升跟经济背负沉重的债务 美国正面临深度的衰退 而那些以为经济只是轻微衰退的人 都是在妄想而已 这句话说的其实也蛮重的 所以美国经济到底有没有衰退 这其实会牵扯到全球未来经济发展 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带你来看 超市价上放满各式各样的商品 淡逛的人居多 真正出手的人却少之又少 原因就是受到通货膨胀影响 美国物价实在高得吓人 民生物资贵到 要让大家的日常生活苦不堪言 但白宫似乎很无感 美国官员近期一再强调 当前形势复杂 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抵消了全球供应冲击 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因此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 都有助于降低通膨 叶伦近期受访表示 美国并不是一个处于衰退中的经济体 但确实正处于成长放缓的过渡时期 他强调这是必须且适当的 只是目前通膨太高 必须要靠联准会升息来抑制物价 只是这项观点并非所有人都认同 前美国财长萨默斯则表示 他对美联储降低通胀的承诺感到鼓舞 但他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 表示怀疑仍然认为这不太可能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虽然认同联准会的升息举动 但他认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大 萨默斯表示 美国政府还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控制通胀 包括取消进口关税 降低药品价格 改善能源政策 降低预算赤字 以及提高税收 他警告如果继续执行在2021年采取的鸵鸟政策 以后的痛苦将会更多 市场预估联准会本周会再把基准利率 上调零点七五个百分点 同时未来几个月将继续升息 但这么做究竟能否挽救美国经济 甚至是扭转民主党岌岌可危的选情呢 中俄经济下滑 全球通膨高于预期 加上俄乌战争带来的负面效应冲击 国际货币基金IMF二十六号再度调降 全球二零二二年经济成长率至百分之三点 二 明年也下调至百分之二点九 其中下调幅度最大的国家 就属美国 中国和印度 因此IMF建议各国 必须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 尽管无法避免造成经济成本 但如果再拖延下去 恐怕只会让成本变得更高 三立新闻夜里委报导